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见面 月 你今天是不是早就知道要去跟我哥见面 我去那里 是为了刚欧起立探生意 全程你哥都没出面 我后来是收到了傅娜娜发的短信 再过去找你的 还想问什么 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 如果没有的话 咱们就先洗洗睡 等以后你想起来了 再说 半个小时之后 玉锦山别墅 主卧室房门轻轻地被敲响 宝妈在这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也很有规矩 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事情 这个点 她绝对不会轻易过来敲门 怎么了 县上外面有个女人 轰轰张张的 说非要见你不可 因为她之前来过一两次 我看她特别着急 所以上来通知一声 来过一两次 我知道 等下了楼之后 发现 李悦兹这个时候 正胶着无比地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四叶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你出现在这里 会影响我太太的心情 四叶 这一次你一定要想法子帮帮我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找的人是陆悟真 而不是我 你走错地方了 好吧 送客 李四叶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就算 就算我们两个人真的当不成夫妻 至少也能当个朋友吧 难道你就因为一个苏默默 把我们两个人之间 这么多年的感情 说扔掉就扔掉 这些年的一切 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吗 扔掉的人是你 不休 再说了 我们之间有过感情吗 四叶 我求求你了 这一次是默称她要对付我 离家的人不理我 我自己能打的电话 也全部都打过了 根本没有人愿意帮我 这一次除了你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能够找谁 我答应你 只要你帮了我这一次 我就立刻消失在 苏默默的面前 永远永远都不再出现 好吗 李月姿脸上满怀希望 就在丽丝叶准备 开口说话的时候 她口袋里的手机 却突然响了起来 扫了眼手机屏幕 是丽家那边打来的电话 她皱着眉头 按下接听键 转身走了出去 李月姿脑袋里面转得飞快 她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冷不丁 眼睛的余光朝着二楼走廊那边 扫了一下 她的瞳孔顿时一缩 因为她看到了苏默默 我 我跟你拼了 李月姿屈辱地尖叫着 她张牙舞爪地 就朝着苏默默那边扑了过去 只不过 她还没靠近苏默默 突然感觉到 眼前有什么明闪闪的东西一晃 苏默默 你不敢动我的 幻作是以前 我当然不敢动你 可是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我是丽太太 而我最好的闺蜜 马上就要成为陆太太 而你 一个被丑闻缠身的女明星 现在就是个狗不理 你说 我敢不敢动你 你不就仗着自己 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就无法无天吗 今天我就毁了你这张脸 看看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男人会喜欢你 这样一来 也算是帮你试试 他们的真心了 李四叶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 自己能够独挡一面了 妈 还有别的事吗 李四叶 你这个混蛋 臭小子 为了一个仇人的妹妹 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 是不是 你就是这样对你亲妹妹的 你让她在九泉之下 还怎么明目 没趣的话 我就先挂了 你这个混账小子 你是不是打算 这一辈子都不回家了 就算你爷爷病重 也可以不闻不问了 是吗 老爷子他怎么了 现在知道担心你家老爷子了 之前他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接 妈 我问你他到底怎么了 前阵子他知道你要离开力士集团的事情 心情就不太好 后来跟你联系 你连他的电话都不接 情急之下他心脏病发 现在还在帝都的中心医院躺着 不肯接受手术治疗 我马上过去 现在这么晚了 你就算过来也见不着他 还耽误他休息 明天一早再过来吧 好 老爷子现在也已经知道苏木凡的事情了 你也知道 他在李家最疼爱的就是宝贝 现在他已经知道苏默默就是苏木凡的妹妹 老爷子年纪大了 不能像我们这样经得起折腾 所以你明天自己一个人过来吧 不许带苏默默 我知道了 将电话挂断之后 突然之间 丽丝叶记起来 李月姿还在客厅 他才刚刚踏进客厅 就看到宝妈跌跌撞撞的从二楼跑了下来 先生 着 着火了 苏默默 苏默默她还在二楼 宝妈没办法冲进去 只能想办法去次卧将两个熟睡的孩子抱了出来 苏默默 烟雾冲斥着主卧的每一个角落 很快便朝着外面弥散 李四爷 你一定是疯了 竟敢把李月姿和苏默默两个人留在一起 苏默默 李周华 我马上带你出去 他顺着自己的记忆 飞快地将苏默默从主卧里抱了出来 当他刚冲出来的时候 消防队已经派车过来了 医生 我太太怀孕了 你说什么 怀孕了 先生 现在这个情况 我看您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恐怕未必能保 你说什么 敢不敢再说一次 先生 你冷静一下 我不给他打针就是 不会有事的 一个宝宝都不会有事的 他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他很清楚 苏默默肚子里的孩子对他而言就是他的命 如果孩子没有了 苏默默整个世界都会崩塌 对不起先生 您不能进来 这里面是抢救室 他肚子里还有孩子 他肚子里还有孩子 这位先生 请您冷静一点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做过了记录 您不用担心 我们会尽全力保住大人和小孩 随着护士的话音落下 急救室的大门被重重地关上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十分急促的脚步声 原本昏迷过去的黎月姿 竟然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丽丝爷那张怒气腾腾的脸 他下意识地抓住了身边的人 救我 救我 我们会救你的 请放心 刚才有那么一个瞬间 他甚至想就这样把黎月姿给掐死 他怎么敢对苏默默下这样的毒手 简直该死 一个小时之后 男神 默默他 苏默默家属是哪位 你进来看看他吧 林翩翩在听完这话 脚下一软直接摔到了地上 什么叫做进去看看 难道是默默他不行了 去看最后一眼吗 林翩翩哽咽着突然就哭了 我 我也要去看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 朝着抢救室里面走了过去 怎么会这样 苏默默一定不会有事的 自己不是已经跟他说好了 要一生一世永远在一起吗 为什么这个承诺还没兑现 他怎么敢 他就这样安静而乖巧地躺在床上 纹丝不动 感觉甚至连呼吸都微弱得快要没有了 从来都不会掉眼泪的 丽丝叶突然眼眶一酸 这可是他用生命去爱的女人啊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要 不要 因为在他的身边立着一个心律监测仪 可是上面竟然显示着一根笔直的直线 这是代表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吗 这位先生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你再多嘴一句试试看 这位先生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 但是请您冷静一下 你太太遇到这种事谁也不愿意 但是他现在人已经没问题了 这个床位是必须马上空出来的 外面还有很多急诊病人在等着呢 你说什么 这位先生 你太太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大碍 我叫您进来是让您收拾东西 接病人转进普通病房 更是那个精力检测仪 您太太竟然没什么大碍 根本就用不着那东西了 所以我才把她的管子给拔了 此时此刻 丽丝也只觉得 自己的心里仿佛有一百万头草泥马狂奔而过 也就是说 苏默默和他肚子里的宝宝根本就没事 那自己刚才那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简直就是丢死人了好吗 这 这样啊 我马上收拾东西 默默 默默不要离开我呀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我活不了了呀 偏偏 你压到我了 天哪 默默你没事 太好了 就是太好了 死业 我好痛 救救我 医生 马上叫医生 那两个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一进去 就立刻判断 苏默默是动了胎气 羊水破了 这个时候已经要生产了 丝业 李丝业 苏小姐 你听我说 待会一定要听医生的 将所有的力气都用来生孩子 知道吗 李丝业的脸上表情虽然冷静 但是他脚下却不受控制地 在走廊里面开始转起圈圈来 李丝业 你这个混蛋 疼死我了 我在 我在 你疼的话我们不行了 我们不行了 小伙子 你现在真的不能进 不让我进去 你倒是快点让他生了 虽然是二胎 但是孩子有点大 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 孩子有点大 所以可能生产的时间会有点久 孩子有点大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难产 突然回过神来 报大人 报大人 里面的人听见没有 报大人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莫莫 莫莫 他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流这么多血 他要是出事的话 我一定会宰了你们 这位先生 请你冷静一点 苏小姐不过是劳累过度 所以昏睡过去了 生孩子不可能不流血的 而且苏小姐这个出血量 完全就算是正常的 母子平安 母子平安 没有任何问题 母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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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代表 那就代表苏莫莫她没事 她肚子里的孩子也平安无事 这就是她和苏莫莫两个人的孩子吗 小小的 很软 看上去 甚至比苏莫莫还要脆弱得多 真难看 很快 四十多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怀里的小家伙也长得越来越水灵 完全就跟刚刚生下来小肉鼠的样子截然不同 老人蜜 快看 弟弟睁开眼睛了 这段时间 有苏瑾瑾和苏维依两个小家伙的陪伴 苏莫莫觉得日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了 哥哥 你小时候也是长成这样的吗 胡说八道 我哪像他这么懒 成天除了吃就是睡 小家伙说什么呢 你小时候比你弟弟还能睡呢 苏维依没好气的撇了撇嘴 懒得再打理他们 你还能睡呢